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甜甜 那今天阴阳之的更新呢 这位漂亮的大姐姐孔雀冥王终于出来了 我们首先直接先进去看看他的技能 四神 孔雀冥王 看看他到底是对应哪一方面的四神 PVP还是PVE 来直接先看他的平A OK 我就尽可能的简单一点讲 平A就是很普通的平A 但是呢他会附加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叫脚蟹 30%的基础几率附加一个脚蟹的状态给敌方单体哈 被中了脚蟹的敌方呢他是无法普攻的 如果这个脚蟹的状态被驱散了那他的普攻呢就会降低20%的伤害 持续一回合哈这个东西 之后这个普攻呢他还有第二个姿态就是这个流鱼斩哈 这个流鱼斩呢除了他的伤害提升之外 他还是100%的基础几率 之家那个脚蟹的哈 这个脚蟹就是不让敌方普攻啊你一就是打不出来打得出来你的伤害降低的意思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这个开瓶呢我们等等可以再看哈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他的 被动 这个被动的名字叫羽化 他是这样的哈 当一开始进入战斗的时候哈他会得到一层buff那个buff叫孔雀灵哈这个孔雀灵 然后呢自己的友方非召唤物的友方哈 血量最低的那一个 被打到的时候 会为敌方打他的那个敌方哈伤害来源 加一个脚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禁止普攻或者是普攻降低伤害的那个东西哈 然后 当孔雀冥王自己 的回合结束过后他会获得孔雀灵再多一层哈这个东西 就是进去开打的时候会有一层 每当他结束回合的时候又会再加一层 这个孔雀灵呢 到五层的时候哈 他就会再得到一个叫淋浴的东西我们简称buff 这个东西 他得到淋浴的时候他就加50%的速度 持续一回合 再接下来 像这个孔雀冥王他自己有五层孔雀灵的时候 一到他的回合他就立刻关掉他的那一个结界 然后直接进入一个叫开瓶的姿态哈 这个开瓶的姿态呢 就是属于一个强化的姿态了哈 持续三回合 那刚才我们有说过的这个 强化的瓶也是必须在开瓶的姿态才能用的哈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看他的孔雀灵是什么哈 孔雀灵就是没有一层他提升15%的效果命中嘛 然后这个淋浴呢就是帮他的三技能强化的一个东西攻击次数翻倍 啊这个等等我们看 开瓶状态的话就无法得到孔雀灵 暴击提升40%效果命中提升75% 有点变态 有点变态 就是我只需要跌60%的暴击就好了这东西 其他跌效果命中对不对 来看看升级效果 升级效果 也是简单一点的讲 就是如果他有五层的孔雀灵他能进入开瓶状态的时候 他是被控的那他一进开瓶状态的时候他就解除控制效果 但是他的开瓶姿态就只会维持一回合哈一回合 然后在他处于开瓶姿态的时候 他是免疫 减疫和伤害的就是不会被打在他的回合的时候他不会受伤 然后这等级4的争议呢就应该是说他每获得一层孔雀灵他就驱散自己一个减疫状态 因为他开瓶状态的时候是不会得到孔雀灵嘛那这个我 你只能把他当作是普通回合的时候 普通状态的时候能驱散自身的减疫状态了哈 等级5的话就有点变态了哈 属于开瓶姿态时 自身每拥有1%的效果命中提升1%的攻击 开瓶姿态持续时间结束时立刻获得一层孔雀灵 啊 各位朋友能看到不 这一个东西你要攻击 你只需要点效果命中 每1%的效果命中提升1%的攻击 这个东西嘿嘿嘿 好来先不说看看第3个技能 第3个最原装的效果哈就直接开一个换镜哈 姐姐换镜 这个姐姐一开的时候呢敌方就直接降低效果抵抗15% 啊 然后他的普攻也有15%无法命中目标哎呀又是一个钻针对普攻的 之神啊这个东西 属于开瓶姿态时替换为这一个技能哎呀 来我们开看他升级效果 他的姐姐加1回合没毛病 那这个姐姐呢就是他的意思是说除了进去刚开场他先机释放的时候你只要自己释放的话他都有 40%的基础几率 对敌方全体目标施加一个脚械这个有点变态 而且自己还可以得到一个孔雀灵加快速度让他开瓶嘛 然后我们开看他的 的终结 确武斩棘 确武斩棘以100%的基础几率4加脚械 持续两回合 单体呢 还是 全体呢 没写明 攻击敌方全体目标4次 每次造成攻击45%的伤害 随后额外追加两次的斩棘造成攻击 45%的伤害 为什么要特地分开出来呢 首先他这个领雨状态大家应该还能记得他刚才有说 他能令这一个绝武斩棘 的攻击次数翻倍呢 那他的翻倍呢是翻倍上面这四次呢还是下面这两次不懂 下面这两次呢是打全体还是打随机 也不懂 谁呀 等等 嗯这个得等抽出来才能知道了哈 那这么看的话如果是正常情况加起来就总共6次的伤害 全体4次这两次是不是全体不懂 然后他的追加伤害是有的提升的在这里追加的斩棘5是240%60% 两次的话就是120% 120%再加180%300% OK如果全体的话了哈 这个翻倍如果是两个都翻倍的话就是600% 全体呃有点变态 这个孔雀明王目前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斗技箱哈打PVE没什么用 嗯 这个人猜测个人猜测得抽出来才知道了哈 来我们现在试下去抽一抽看看能不能出哈 好各位朋友在我们开抽之前哈 阴阳师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卡池的东西哈 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看这个 多华召唤吧应该是叫做点一下 他这里呢会有一个卡池A和一个卡池B 卡池A呢就是他里面所有的SP和SSR 只会出现2019年9月30日以后的 SP和SSR 就是如果你确定是这一类型的 新款的事实呢你可以选择卡池A 卡池B呢就只会出现2019年9月30日以前的所有的SP和SSR 哈 所有的SP和SSR 就是2019年9月30日以后的SP和SSR他都不会出现 当然孔雀明王不管你选卡池A 还是B他都会出哈 我觉得你缺的是一大堆我肯定是选这个啦那个 好来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哈 现在阴阳师哈 很套路的 每一次他一 不抽卡活动哈 保底60个 为什么呢 40个一定送你一个SSR和SP 已经很多期了哈这个活动这种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你60抽呢 就一定出一个SP和SSR那每一次出活动不就一定要吃我60张符吗对不对 哎没关系给他看看能不能出一些我没有的 来个SumSum来个SumSu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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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出什么SPSSR给我 这东西已经被我塞爆了 这东西已经可以不要领了 什么鬼啊 你出来干嘛 还有个二十抽 来来来来来 这是不要惊喜的 施放着 这东西啊 黑 做什麼鬼啊 別人去 你做什麼啊 你來找我做什麼啊 滾遠遠去啦 涼 涼涼涼 涼 拿不出公開 涼涼